我想给朋友们演示一下 那么比如说我换琴弦的一个习惯是 我会先把一弦取下来 然后把其他几根弦稍微的都松一点点 让它的这个 对好 然后但是不能松太多 因为松太多的话 这个琴码的这个位置就变了 可能会有改变 现在把一弦松下来 好 应该新的弦呢 是会比这个更有规则性一些 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是 新弦拿出来之后呢 尽量的把它捋直 之前都是卷曲的 对是卷的 但是不会像我这个这么卷 然后尤其是在这个部位 把它这样的 你自己大概的在手上捋直 对 然后捋直之后呢 对着你的 琴轴 琴轴里面的这个 有一个 眼 好 然后插进去 稍微录一点点头就可以了 然后我会比较 规则的去拧动它 让它整齐一些 一圈一圈的拧动 然后在拧的时候呢 慢慢的你把你的琴弦 捋顺 好 当你觉得 差不多这个长度之后 要看一下后面 尾部 然后慢慢的再 一点点的拧动琴轴 我们一般会给一弦装一个微调 因为这根弦很细 不太好 在这个琴轴上面有太多的动作 大的动作 都会容易让它断掉 在这个微调的这个地方 你觉得长度差不多了 然后把它卡进去 扣上 对 扣紧了 好 然后我们再打琴轴部分 一点点的拧紧 好 这是第一根弦上上 我不会直接拧到位置 松回来 弹回来之后呢 我会再进行第二根弦的这个更换 对 然后一直到一直更换到寄弦 全部更换好之后呢 最后我会看一下 我的琴码 它的角度怎么样 对 是不是笔直的 立在我的这个琴板上面 然后微微把琴码 调整好之后 再开始 去顶弦的这个音准 说到这个幻弦 我们乐队当中 有一部精彩的作品 就是马勒第四交情曲的 第二乐招 首席小提琴呢 都是放两把琴 对 一把是正常的 这个索然拉米 另外一把呢 它把整个的这个琴弦 每一个都会调高一个二度 然后放在旁边来演奏 那当时呢 这个马勒这个创举 应该说在全世界也是独一份 它这个形成的这个音色 非常有特点 对 因为它等于是琴弦 正常的一种 绷柱的状态是这样的 那它高了之后 它就会变成这样了 对 然后出来的这个音色的话 会有一种特殊的 这种声音的紧张的感觉 对 你好像感觉 它被拉扯起来 拉扯起来的 对 本身制作过程中 这个张力 已经是按照我们当时 正常的这种调音方式 去准备的 所以每条弦它的张力 它的这个松紧度 它都是按照那个规格去做的 所以当它这个作品 它把所有的弦都调高了以后呢 出来这个音质 确实非常有特点 而且穿透性非常强 对对 非常有特点 因为它声音的密度很大 很跳 对很跳 一下就搭出去了 整个乐队是压不住这把solo的 对 确实对琴弦的磨损应该也是更大的 也是跟品牌的一些琴弦 不同的系列也有关系 它有的就会损耗特别快 几乎就是六七天 它最好的音色 刚一出来 你演了一场淋漓尽致的音乐会之后 就没了 对 这个我们的音乐会 特别是小滴滴独奏家 他滴滴独奏家 有的时候会在前一天 或者说是在上场之前 要换新的琴弦 前几天吧 前几天 对 可能音乐家更多的 我们都是在囤松僵 囤琴弦 大滴滴演奏家 如果说在台上琴弦要是意外了 断掉了 这个时候怎么处理 因为大滴滴体积比较大 就是著名的俄罗斯的大滴演奏家 Mai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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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演奏圣丧的时候 琴弦是 A弦是直接就 三个和弦 就断了 三个和弦就断了 所以他当时 他是直接拿下台 他其实很无奈 他当时非常想继续演奏下去 但是呢 这个不太可能了 所以就选择就是下台去更换弦 我觉得这实际上是给我们一个特别的礼物一样 他当他再次回到舞台上 又拉了 没一会儿的时候 他新换上去那根鞋也断了 这个确实是有的时候 真是像一种魔咒一样 有意外 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巧合 甚至是他有一种角度 他可能这个角度有点锋利 或怎么样 就可能这个琴弦在很重压的情况下 他就会断 有的时候可能你半年一年都没有碰到过琴弦断掉的现象 观众会觉得换完琴弦以后 这个演奏家的演奏更棒了 观众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 像一个彩蛋一样 这也是音乐每一次演奏的一种魅力 再开始一次就和上一次有一点不一样了 对 是这样子 宝宝老师我特别想问一下 因为像提琴演奏这确实是非常的难 门卡尔非常高 在我们业内经常有一种现象 专业术语是狼音 出现狼音了 就是这个声音又点呲掉了 这个跟琴弦的这种搭配和使用控制有什么关系 您这个提的特别好 就是这个小琴琴弦特别容易出现这个狼音 狼音 也叫哨音 哨音 也是困扰我们很久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这个异弦 也是因为可能就是它又是钢材质的 然后又比较细 那么可能有两个层面 有的可能是因为你的演奏不得到 也有一些原因是它这个琴弦的材质的一些问题 比如我们经常会在拉一些 就是带有空弦双音的这种东西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经常有一些哨音出现 那么我现在使用的是卡普连的这个系列的 达达利奥卡普连系列的这样的一个精液 据说他们这个公司的这个卡普连的这个琴弦的系列呢 有解决这个异弦的这个哨音 就是避免它出现这种 避免它出现这个问题 这种噪音的感觉 这哨音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因为压力啊 右手公子的压力啊 然后包括一些可能松响过多啊 也有可能出现你的手碰见 碰到了这个空间 可能各式各样的一种原因 都会呈生 形成了一种哨音 然后它就出了一声 对 这样的声音 对 它就 其实这个会经常发生 经常发生 对 很常见 所以也是困扰我们这样的一个一个长期的一个问题 没错 所以说对于琴弦的搭配来说的话呢 这方面的一种它这种降低它的出现的几率啊 甚至说是在移动程度上 可以抑制住它出现这种不好声音的这种几率啊 这种琴弦来说的话 确实对演奏者的帮助还是比较大的 大家老师给我们演示一下大地琴换琴弦的这个过程 换琴弦啊 其实是一个 每次是一种 是一种享受 因为它会赋予你新的生命 好 那大地琴换弦的时候也是 我这里其实已经是装好了三条弦 那么还剩一条弦 这个是 我通常我是会 也是会先松这个最细的这根弦 它的这个压力没有那么大 确实要粗很多啊 粗费很多 对 粗很多 其实如果说 可以对比一下吧 对比一下 这个是我的一弦 小地琴弦的一弦 粗好几倍了 所以相对大地琴琴弦的几率会小一点 小很多实际上 方法是完全一样的 也是在这扣住 对 这样 它也是会在这个旋轴上面会有一个小孔 插进去 把它放进去 然后我们这个弦呢 一定是要整齐的给它盘列好 然后再去检查底下的这个 就是这个微条 这儿它是有个挂钩了 所以可以把我们这个琴弦挂上去 然后呢 再把它放在这个码子 相对应码子 在这根琴这儿 有一个小小的凹槽 给它放在这里面 然后我们手可以稍微的绷着一点这个琴弦 这样它就不会跑了 转动这个旋轴的时候 一定它用力是要向你一边一边拧一边要向你推一点 抵住的拧 抵住 记得一定不要太大力 一定是一点点的来 对大地形调一次琴弦 非常 非常的麻烦 好 这样基本上就好了 那我们四根琴弦当中 有一根出现问题了 我们换其中的一根 但是四根琴弦的音准都要 要调 都要重新调整 对 重新调整 那么我会先把A弦定准 对 然后把A弦定准之后呢 我再开始 把A弦 现在A弦差的有点多 我就需要用琴轴拧到一个大概的位置 对 我们在拧琴轴的时候呢 不是只是这样拧 而是跟大地形 包括刚才杨老师说的 就是我们会一边一点点拧 一边点往里进 一定要往里去处这个琴轴 不然的话它很容易就脱掉了 挂不住 很多小朋友 为什么我们不主张他们过早的去用琴轴去调呢 是因为他们掌握不好这个力道 经常会有突然很大力 然后就把琴弦拧断 还要把琴轴弄掉的 对 但是我听说现在很多又有黑科技出来了 会有 对那种 对那种科技的那种轴 就是轻轻的那样一拧 然后就能到位置 我觉得很神奇 我会一边拧一边拨弦 然后看看这个音准差不多了 快到我想要的位置了 好 这个时候我会 我会用 公子来 因为琴弦之间都是五度 我们用五度的这个纯律去调整 其实我现在的A是会有点低的 那么我先用这个A来去考虑这个A的音 如果会发现还少那么一点点 我这个时候就会动微调 好 你觉得差不多了 我再跟A弦和D弦一块对 好 差了有点多 好 再跟D和G 你看我现在回来之后 D和A又有一些变化 那么我又要开始来 重新再调 重新调 我们在调音的时候 其实不用太大力的去拉它 对 轻轻的 然后你去听音准的和谐的程度 好 知道你觉得差不多相邻的这两根弦的五度的储力 你差不多听的感觉准了 那么这个调音就可以了 谢谢两个音乐家的分享 各位朋友 今天我们详细深入的了解了琴弦的使用特点 还有他演奏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我们中国爱乐团的音乐小课堂 将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内容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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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